第六一一章 仙耀山 两天后 叶末已经出现在了混沌星域的第四层 叶末本来以为第四层应该和前三层一般都是朦胧的一片空间 当他到了第四层后 才知道自己想得完全不对 第四层虽然没有太阳 却有一些点缀的星星 而且在第四层星星还有些朦胧的光线 所以 第四层反而亮了不少 至少叶末是这样觉得 叶末估计那些星星都是一个个的星球 只是混沌星域飞到一定的高度后 立即就会有压制 叶末也知道他现在的实力根本就无法到达那些星球上去 他不知道先帝是不是可以上去 或者有人可以从这虚空离开混沌星域 这也不是不可能 到了第四层 叶末没有去别的地方 他选择的路线是直接去仙耀山 来第四层的仙人大都已经是大以仙修为之上了 很少有悬仙过来 就是悬仙到第四层也都是一些悬仙后期 而且一般不敢去深处 只可能在第四层的外围 至于金仙就敢进入混沌星域的 那是少之又少了 就算是叶末 在第四层也不敢将清月的速度放到最大 他在地图预检中看见介绍 第四层的无影霄已经有四级了 四级的无影霄理论上实力已经相当于大以仙 哪怕无影霄只有隐秘偷袭厉害 战斗力极差 叶末也不敢大意 几天后 叶末既没有碰到无影霄 也没有遇见悬杀虚空 这才稍微加快了点速度 这天叶末刚刚想要从清月前端进入内仓 就感觉到神石域似乎有些许的波动 他根本就来不及想 子序反手就是一刀 音音一声尖叫 几根灰白的羽毛飘落下来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无影霄 叶末立即就知道了 这是无影霄 第四层的无影霄果然比第三层的要强悍太多了 就是那速度也远远不是混沌星域第三层的无影霄可以相比的 叶末肯定这种无影霄的主语 甚至可以炼制六品飞行仙器了 六品可是中品飞行仙器中的顶级啊 无影霄虽然是四级 但如果暴露其位置和踪迹的话 他的作战能力甚至还不如三级的仙妖兽 所以叶末此刻甚至有些期盼无影霄到来了 四级无影霄的速度太快 在他感应到的同时就已经可以偷袭 不过叶末却并不担心 他现在是仙涅体 就算是被无影霄偷袭一下 也不会和别的修士一般被直接撕裂 叶末取消了回到清月仓中的想法 真兵鱼虽然没有神石 醒来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取单药服了 根本就不用他帮忙 让叶末遗憾的是又是几天过去 眼看再有几天 他就要到仙妖山了 他却依然没有遇见无影霄的影子 叶末觉得自己有些守株待兔了 四级无影霄比四级以下的无影霄要聪明的太多 只要稍微不小心 他们可能转身就走 之前那只无影霄被他的刀芒划了一下 虽然没有避命肯定是重伤了 说不定因为这个原因 其余的无影霄对他都有了忌惮 或者他不用继续守株待兔 需要主动出击 想到主动出击 叶末立即就放缓自己的速度 同时神识欲缓缓地向外扩散 让叶末没有想到的是 他才这样做了半炷香的时间 就捕捉到了一只隐秘在虚空中的无影霄 那无影霄隐秘在虚空中 若隐若无 就算是叶末的神识 也无法感应到他的存在 可是叶末的神识欲却知道 神识欲中有任何东西出现 都会有感应 而在虚空之中出现的这种若有若无之物 叶末肯定是无影霄 发现无影霄后 叶末驱动轻悦依然不紧不慢地 从无影霄身边经过 只是到了无影霄的身边后 他突然出刀 那只潜伏在一边的无影霄 显然没有想到叶末会发现他 而且还这么阴险 竟然突然出刀 他速度再快 也要先动 现在在他还没有动的时候 刀就来了 就算是无影霄 也一样逃不掉 一道血光闪过 一只四级的无影霄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被叶末偷袭成功 叶末心里暗爽 以最快的速度收起一对竹羽 和一只妖丹 这才准备继续偷袭下一只无影霄 五天后 叶末发现无影霄越来越少 到了最后 他竟然连一只都找不到了 估计是那些无影霄知道了 叶末可以偷袭他们 纷纷撤退离开 对叶末来说却已经足够 他得到了十一对四级无影霄的竹羽和妖丹 加上他戒指里面七对三级无影霄的竹羽 还有四对二级无影霄的竹羽 叶末算是小发了一笔 第九天 叶末来到仙药山外围的时候 他才知道 为什么仙药山不容易找到了 仙药山竟然不在仙灵气浓郁的地方 而是在一片毫无仙灵气的沙漠中 在这没有仙灵气 也无法试炼的地方 不要说有仙药山 就算是有神药山 也不会有人知道 更何况进入仙药山还有玉牌 没有玉牌也进不去 叶末不知道 真冰鱼师傅的玉牌 从什么地方来的 但是他肯定 真冰鱼的师傅 在混沌心玉 绝对有很大的际遇 否则不会再混沌心玉 还养着一个仙药山 进入沙漠后 叶末很快就找到了仙药山的入口 如果不是真冰鱼指点 仙药山入口的阵法叶末 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肯定 这个隐秘阵法 甚至超越了六级 取出玉牌往虚空一拍 一道蛋黄的光圈 缓缓地扩散了开来 很快 一道阵门就出现了 叶末收起玉牌 跨入阵门后 那阵门再次消失不见 一股浓郁的仙灵气 让叶末明白 难怪这里可以生长仙灵草 出现在他眼前的 是一座并不是很高的山峰 这山峰很平缓 叶末感觉有些像之前 他见过的梯田 平缓的山峰中 到处都是仙灵草 从一级到六级的都有 而且分配得非常均匀 每一级仙灵草 都有一个区域 这显然是别人 故意种植在这里的 哪里是什么天然的仙药山 况且 这里也不是当初 真冰鱼说的几百株 这里完全有数万株仙灵草 而且 就算是五级和六级的仙灵草 也有数百上千 从这浓郁的仙灵气 叶末就肯定 这下面绝对有一条仙灵脉 好多仙灵草 就是趴在叶末背上的真冰鱼 也有些震惊了 他虽然知道 这里有一个仙药山 却从未来过 所以 当初叶末问他的时候 他真的不是很清楚 直到现在 他看见了这里 这么多的仙灵草 他才知道自己说的几百株 简直就是 这里的一个零头 采集多少 叶末回头看了看真冰鱼问道 这里的仙灵草 是人工栽植的 虽然可能不是真冰鱼的师父栽植的 但这毕竟是 属于他师父的东西 如果是叶末一个人过来找到了这里 他会毫不犹豫地 连仙灵脉都要移植到自己的 今夜世界中去 更不用说这个仙药山了 而现在他显然不能这么做 你觉得你需要的多少 你就采集多少吧 真冰鱼没有犹豫地说道 他无论是否可以恢复 但他能活到现在 显然和叶末有关系 而且采集仙灵草 也是他和叶末合作的细节之一 虽然之前他说过 叶末只能采集小部分 可是现在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反抗 叶末要采集多少 其实不用征求他的意见 叶末有些不大好意思的摸摸下巴说道 我只会采集走一部分 而且 我还要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 他确实是不大好意思 当初和真冰鱼组队的时候 他还不大愿意 最后 真冰鱼拿出仙药山的事情 他才勉强同意 结果他倒是步步升级 而真冰鱼不但没有涅槃成功 反而重伤到这种地步 其实真冰鱼没有涅槃成功 和他还是有关系的 当初两人商议的是混沌轻敌平分 可是叶末一个人 就占有了九成以上 造成了真冰鱼涅槃失败 如果要说没有遵守规定 也是他自己没有坚持 按照规定的方案分配 当时他也不知道 真冰鱼会因为混沌轻敌不足 最后重伤 正因为如此 他现在对真冰鱼更为尊重一些 如果涉及到两人之间的事情 比如时间的分配 还有做事的先后等等 他都会事先征求一下真冰鱼的意见 可以 真冰鱼没有半分的犹豫 他知道自己涅槃失败和叶末 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而是他对涅槃准备不足 他是看见叶末可以涅槃成功 所以也想趁热打铁 在他想来 有半株混沌轻敌 他成功的几率确实会提升许多 但如果他准备充分的话 就算是一个小只 他应该也可以成功的 而结果是他失败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 涅末涅槃成功 一个是因为那炼体功法 本来就是涅末推演出来的 第二个是因为 涅末用了几乎整整一株混沌轻敌 如果这样也无法涅槃成功的话 那涅末也太刺了点 涅末拿出真气别墅 将真冰鱼送进去后 立即进入仙耀山 开始挖取五级和六级的仙灵草 至于四级的仙灵草 除了一些对他有用的外 他根本就不去管 第1612章 我最喜欢杜杰 真冰于现在 神石不能施展 涅末倒是毫无顾忌 简单一个屏蔽阵法后 就带着一堆仙灵草 进入了今夜世界 这个仙耀山 被涅末采集了一番后 立即就变了模样 本来很是齐整的仙灵草 涅末从仙灵气最浓的地方 挖走了五级仙灵草 和六级仙灵草 这样一来 这仙灵草栽植起整的仙耀山 立即就显得坑挖起来 对这些涅末 显然是丝毫不加理会的 他正在今夜世界里面 疯狂地炼丹 他主要炼制的 就是仙集六品丹草 他来仙耀山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晋集六品 仙丹大师 双神丹 虽然无法彻底治愈真冰于 却可以让他的元神不再溃散 只要元神凝聚起来 那他就会慢慢地一天比一天好 哪怕到了最后 因为他灵根捏化 无法正常修炼 也不会有生命之危 不惜一切代价炼丹的结果是 一个月后 叶末就成功晋集六品仙丹大师 因为他急于求成 这里的六级仙灵草 被他浪费了八成 至于其余的两成 叶末也没有留下 全部采集进了自己的今夜世界 如果让他慢慢地摸索化 叶末估计 他在一年内 也可以晋集六品仙丹大师 但是那太慢了 成为六品仙丹大师后 叶末第一时间炼制了几卢双神丹 双神丹不但有修复神石的功效 而且对修复神魂和修复元神 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主要的是 就算是你的神石和元神都没有受伤 那也可以用双神丹修炼神石 而且效果还很不错 本来用角魂藻和养神拳结合起来 修炼神石效果才是最好的 可惜的是 双神丹是先品丹药 而养神拳的档次不够 再加上叶末的养神拳 数年才有一滴 所以 养神拳只能跟角魂藻结合修炼神石 却无法帮助叶末 已经晋级到惊鲜后期的神石了 对叶末来说 这却已经并不重要了 他有了双神丹 用双神丹修炼神石 就算是在仙剑 又有几个人能做到 叶末取出几瓶双神丹 出了今夜世界 他要先将丹药送给真兵鱼 不然的话 他马上要闭关 谁知道这一闭关 要经历多久时间 真兵鱼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沉睡 醒来的时候 会去运转炼体功法 去修复自己的经脉 哪怕他知道这是徒劳 可是他却从来都不想放弃 之所以只能运转炼体功法 是因为他自己修炼的功法 已经没有办法行功了 除了叶末给的功法 能让他找到修炼的方向外 别的都毫无意义 叶末这次进来的时候 真兵鱼正醒来 他从来都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并没有因为 叶末将他一个人丢在屋子里面 有丝毫不满 对他来说 就算是不重伤 他也是独自一个人修炼 看见真兵鱼还在努力地运转功法修炼 叶末有些无奈 但要他给了真兵鱼不少 甚至血液丹和治穷丹 他也没有吝啬 在他的屋子里面 更是有仙精布置的聚灵阵 但是真兵鱼这种伤势 根本就不是简单修炼可以恢复的 涅槃失败的可怕和严重 炼体的人都知道 大部分人失败后会失去肉身 而真兵鱼因为用了部分混沌轻敌 肉身倒是无损 却损伤了元神和仙灵根 我今天重新炼制了一种丹药 你看看 叶末取出双神丹递给真兵鱼 他相信真兵鱼没有看过双神丹 因为暗藻这个东西 再仙界也是绝技的 不过他也打算好了 如果真兵鱼认出了双神丹 他也不会说出来的 真兵鱼接过叶末递给他的玉瓶 并没有仔细看 打开后 取出一枚放在口中 他现在已经知道 叶末确实是一个仙丹大师了 所以对叶末拿给他的丹药 他并不会怀疑 丹药入口 只是片刻后 真兵鱼忽然一震 脸上露出极度震惊的表情 随即他就闭上了眼睛 开始运转功法 他感觉自己的功法 终于可以运行了 虽然无法修复灵根涅化 却可以修复虚弱和溃散的元神了 叶末清晰地看见了真兵鱼的眼角 留下了两行泪水 哪怕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那泪水依然忍受不住 显然此时他心里应该是激动无比 或者说 为了自己的伤势 有了修复的可能更为激动 叶末心里同样有些吃惊 他是第一次看见真兵鱼流泪 在他的想法里面 真兵鱼这种人 就算是马上要被杀了 也不会流泪的 因为叶末知道他是什么人 真兵鱼可以说是他遇见的 对修炼大道最执着之人 就算是他经脉全部碎裂 灵根涅化 元神溃散了 他依然没有放弃修炼 只要他有一口气 他都是在修炼 无论有没有效果 他的这种执着 实在是让叶末汗颜 他现在流泪 不是因为自己可能被得救了 他应该是因为 又可以修炼了 至少可以修炼元神了 叶末暗叹一声 这个女人真是太执着了 无法用语言表达 他对修炼的这种执着追求 叶末知道 他绝对不是那种 为了修炼疯狂 甚至不顾一切的人 真兵鱼绝对是一个有理智之人 甚至他的人情世故 比别人也不会差 但是有一点 叶末认为自己不会猜测 那就是他所有的理智 和人情世故 都是以修炼为前提的 叶末见过这个女人微笑过一次 他很震撼 他认为真兵鱼冷微笑起来 绝对比他冷冰冰的时候要美数倍 而此时 叶末再次看见 他闭着眼睛流泪的样子 那绝对也是比他冷冰冰的时候 要美数倍 如果是不知道真兵鱼 因为什么事情流泪的人看见了 说不定 心里都会隐隐作痛 叶末摇了摇头 他实在很难将这样一个女人 和那个臭皮囊道心联系在一起 他没有打搅真兵鱼 再次留下几瓶双神丹后 离开了这里 他自己也需要闭关 五千万上品仙金 叶末修炼起来 更是半点都不节约 仙金巨灵阵一层又一层 但要更是犹如磕糖豆 时间阵盘再次运转两年后 叶莫乎地站起 他终于从惊仙后期 晋级到了惊仙圆满 只要他度过雷劫后 就要成就玄仙 到了玄仙后 他将直接离开混沌心域 按照他的推算 速速等人 就算是要飞升 也没有这么快 他最好是离开下十一天狱 进入中天狱 去寻找成就大仙的机缘 那陆正群在推算他的下落 万一被他推算到了 在下十一天 他根本就毫无逃命的机会 叶莫知道他虽然有太乙丹 可是他修炼的消耗 实在是太大了点 从惊仙后期晋级到圆满 直接耗费了一千万上品仙金 这要是从玄仙初期 晋级到玄仙圆满 需要多少仙金 或者是需要多少修炼资源 同时叶莫也感觉 仙金修炼的效果虽然不错 却远远不如仙拳 如果他可以找到上品仙拳 或者是找到上品属性 仙拳的话 他的修炼速度将会再上层楼 叶莫出了今夜世界 神识立即就扫到了真兵鱼 他已经可以坐着修炼了 看样子 双神丹对他的效果不错 无论是气色 还是别的方面 他似乎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至少看起来 不是那种病痒痒的模样了 看见叶莫进来 真兵鱼停止了修炼 盯着叶莫问道 你对我的是双神丹 你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搅浑枣 叶莫心里一惊 他想不到真兵鱼 竟然真的看出来了 自己给的就是双神丹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陈生说道 如果我说 我在搅浑狱中 趁你不注意找到的 你信不信 真兵鱼皱了一下眉头 没有再说话 你的进步不小啊 竟然可以坐起来 叶莫走过去 再次将真兵鱼背在了背上 谢谢你的丹药 如果不是你的那些丹药 我的元神都无法稳固住 现在 我已经可以施展神石 可以动用自己的储物戒指了 真兵鱼没有继续询问搅浑枣的事情 不用客气 你重伤 也有我的部分原因 那丹药还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再给你几瓶 叶莫又问了一句 真兵鱼沉默片刻说道 还有许多 我用的比较少 叶莫再次取出一枚戒指 递给他说道 这里面有一些我炼制的丹药 送给你吧 你需要的那个恢复元神的丹药 我也炼制了一些在里面 真兵鱼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 这些丹药放在你身上 等我用的时候 你再给我不就行了 早点晚点都是一样 我马上就要开始悬仙雷洁 等我进击悬仙后 从这里离开混沌心域 我估计最多也不过一年时间而已 也就是说 再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你就可以再回到极箭门 以后可能不再见面了 这些丹药 迟早都要给你 叶莫解释道 早已忘记了她 还是秦念梅道理的事情 真兵鱼恩了一声 没有再说话 竟然也没有询问叶莫 为什么说不再见面的事情 因为叶莫是秦念梅的道理 她却是在知道的 等叶莫背着她离开别墅 收起那个真气法宝的时候 她才忽然说了一句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恢复 我不会忘记 你曾经救过我 叶莫微微一笑 不用 你还是忘记我的好 真兵鱼似乎知道 叶莫是什么意思 并没有多说 只是问道 你杜杰有几分把握 这次叶莫却没有说几分把握 直接说道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杜杰 信不信有你 第613章 这是什么雷杰 真兵鱼摇了摇头 没有再和叶莫说话 叶莫再次拿出玉牌 离开了仙药山 回到了混沌星域的第四层沙漠中 回头看看一望无际的沙漠 她不得不佩服这个布置阵法的人厉害 这种阵法 她也可以布置出来 可是在这阵法中 隐匿如此一个巨大的仙药山 估计只有等她晋级五级 或者六级仙震大师的时候才可以 安置好真兵鱼后 叶莫在较远的沙漠中心处 布置了一个极大的巨灵阵 她拥有几千万上品仙金 巨灵仙震的浪费 她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很多时候叶莫杜杰都不布置巨灵阵的 因为她可以吸收雷源 对仙灵器的多寡 并不是很在意 可是现在在这个几乎没有仙灵器的沙漠之中 叶莫还在布置了一个巨灵仙震 还有一点就是 上次她渡金仙雷杰的时候 差点被雷杰暗算 好在她在最后关头晋级金仙了 这次她索性布置一个仙灵器充裕的大阵 免得到时候再被暗算 至于引雷阵和储雷阵 叶莫懒得布置了 她知道 以她现在的雷杰强度 就算是她布置了那种阵法 也无法储存雷源 说不定只是第一个回合 那些阵法 就会被打一个稀巴烂 看见叶莫大张旗鼓的 用如此多的仙金 布置下巨灵仙震 真冰鱼有些无语 说实在的 叶莫也只是渡一个玄仙雷杰而已 怎么她弄的架势 就好像要渡大仙雷杰一样 还说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渡劫 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吗 叶莫却不知道真冰鱼的想法 此时她已经在自己的巨灵仙震当中 运转三声诀 准备引动雷杰了 真冰鱼没有看见过叶莫修炼的场面 现在她看见叶莫周围 仙金的仙灵器 全部开始拒结起来 最后甚至形成了仙灵器白雾的时候 她才震惊起来 难怪她修炼速度如此之快 什么人修炼有这么大的动静 可这还不是让她最震撼的 她很快就看见了 八个巨大的仙灵器漩涡 在叶莫的头顶悬绕 而且 那些漩涡越来越大 最后连成了一片 外面数百上千万的仙金 原来看起来很多 可是叶莫这样 一修炼起来 似乎也并不是很多 说实在话 这么多仙金 如果被一个普通的金仙修炼 说不定修炼个数千上万年 也不一定可以用完 但是叶莫这种修炼的吸收程度 甄冰鱼肯定 这些仙金 无法支撑她百年时间 想到叶莫修炼需要的仙金 是别人的百倍 甄冰鱼倒吸了一口冷气 她虽然重伤 可是眼光却在 门派中的一些天才弟子 她也见过 却从未见过 有人修炼有如此壮观的场面 叶莫的传承 实在是太厉害了点 甄冰鱼摇了摇头 她自己也受惠了叶莫的传承 如果不是叶莫的炼体传承 她早就灰飞了 可惜的是 就算叶莫的传承再厉害 她也不会拿出来给她的 对叶莫此人 甄冰鱼还是有些了解的 如果不是她救了她一命的话 说不定连炼体功法也没有 虽然她因为这炼体功法 差点死去 但甄冰鱼却并不后悔 此时叶莫已经吞下了玄冰丹 随着玄冰丹吞下 叶莫要突破玄仙境界 吸收仙灵气 更是疯狂 就算是仙灵气吸薄的星域沙漠 也被她这边疯狂地吸收 带来了无数的仙灵雾气 一众香后 原本有些暗淡的天空忽然 更暗了 甄冰鱼却知道 叶莫的雷结已经过来 轰轰轰 九道淡红色的雷狐落了下来 甄冰鱼在边上看得一愣 这是怎么回事 哪有悬仙雷结第一波雷结 就是九道的 一般的人 都是最多三道雷狐而已 因为悬仙雷结 一般都是二九雷结 一共就是十八道雷狐 第一波就落下了九道 那岂不是意味着 只有两波雷结 再说了 就算是再厉害的金仙圆满修饰 也无法挡住九道雷狐同时落下吧 而且 这九道雷结狐 还粗壮无比 比起一般的雷狐 还要粗很多 叶莫怎么渡得过去 还有这淡红色的雷狐 他不要说看 就是听头没有听说过 咔咔 九道雷狐带着炸响 全部砸在了叶莫的身上 让甄冰鱼更为想不通的是 叶莫竟然没有寄出防御法宝 难道叶莫没有防御法宝 或者叶莫以为自己是仙涅体了 所以敢这样 以肉身挡住截雷 也有可能 叶莫是真的没有防御法宝 他和叶莫在一起很久了 似乎还没有看见 叶莫拿出什么像样的防御法宝来 到时候 自己戒指中 还有一个红色的小塔给他算了 那个小塔 也是当初他的战利品 可是就算是给他 也要他能度过这九道雷结狐啊 九道红色的雷狐 砸在叶莫身上的同时 叶莫就知道 这雷狐比当初他度过的金仙雷结 要强得太多了 叶莫的三生诀 完全运转起来 源源不断的雷源被他吸收 转化为仙源 而且他还清晰地感觉到 这红色的截雷狐 虽然比之前的雷结狐强得太多 可是他受到的伤害 反而更少一下 除了一些皮开肉战的表面伤势外 他受到的内伤 却并不重 此刻叶莫才真正地体会到了 炼体仙人的好处 他晋级了仙涅体 连杜结也轻松了不少 真兵鱼看着叶莫 轻易地就度过了九道雷剑湖 完全愣住了 他第一次看见 如此厉害的玄仙雷结 他也是第一次看见 如此轻松度过九道雷狐的人 当初他的玄仙雷结 是二九雷结 就算是准备充分 而且还有各种防御仙气 最后还是遍体鳞伤 哪有杜结 杜得如叶莫这样惬意的 难怪他不计出防御法宝 看样子他早有预备 仙涅体真的这么厉害 不等真兵鱼释然 天上再次响起石树道咔咔乍响 十八道杰雷狐同时落下 而且这杰雷狐 似乎比前一次再次粗了许多 甚至也凶利了许多 怎么回事 真兵鱼疑惑地 看着这十八道雷狐的落下 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 这已经就是三九雷结了 听说除了极少数的 逆天金仙仙修饰 很少有玄仙雷结 是二十七道的 想到叶莫能以金仙斩杀玄仙 真兵鱼似乎有了一些明了 可就算是三九雷结 也不是两波救下来啊 而叶莫却丝毫不惧 早已赢了上去 他已经是非常庆幸自己 在杜玄仙雷结之前 涅槃成功了 否则他这次雷结 应该也不会如此好过 轰轰轰 数十道雷结湖 打在了叶莫的身上 叶莫疯狂地运转三声绝 吸收雷元 但红色的雷元 迅速被叶莫吸收 转化为雷系仙元 不断地提升叶莫的修为 他竟然没事 真兵鱼再次愣住了 十八道雷狐 只是让叶莫外伤更重了一些 但是显然没有让叶莫受到重伤 哄 又是两道 雷狐落了下来 真兵鱼彻底地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这完全超越了 三九雷结的范畴 而此时叶莫身上的气势 却开始暴涨 这两道雷狐落下来后 没有丝毫停留的 再次是两道 然后三道 然后两道 雷狐连绵不绝地落下来 也越来越粗 到了最后 甚至将叶莫完全淹没在红色的雷结弧当中 真兵鱼呆呆地看着叶莫的雷结 他完全不明白叶莫 到底渡的是什么雷结了 叶莫是惊仙修士 他是知道的 否则不可能和他 联手对付一个悬仙中气 可是悬仙雷结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道 不等他明白过来 叶莫忽然发出一声长笑 反而迎着雷结冲了上去 同时黑色的雷狐不断地击出 对抗着天上落下来的粉红色雷狐 疯了 真兵鱼此刻终于明白 叶莫为什么说他最喜欢雷结了 他可是从未见过有人这样渡截的 这哪里是渡截 简直就是攻击雷结 这是在显示自己厉害 还是要触怒雷结 真兵鱼却不知道 叶莫早已过了那个 要触怒雷结的想法了 此时他冲上去 用自己的雷狐对抗雷结 是因为叶莫知道 只有这样 他的雷剑才会进步 他每次用雷剑对付一次雷结 他的雷剑威力 就会上升一个层次 现在他已经彻底的渡截完毕 并且成功晋级了玄仙 又有这种好机会 他岂能放弃淬炼雷狐剑的机会 轰轰 之声连绵不绝 在空中 叶莫的黑色雷狐 和红色的雷狐撞击在一起 激发出各种雷光四溢 半炙香后 雷狐缓缓散去 仙灵云总算是姗姗来迟 叶莫收了自己的雷剑 开始吸收仙灵云 刚才的雷结 他度过的 确实是太轻松了点 这雷结对他完全没有什么威胁 不过叶莫也知道 悬仙雷结 是所有仙人 雷结中最次的雷结 也是最安全的雷结了 感受到了悬仙修士 强大的仙源和神识 叶莫心里很是满意 精仙修士要跃及斩杀悬仙 确实是太艰难了 如果不是他的功法太过逆天 他想要斩杀悬仙修士 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1614章 危险的预感 感受到了悬仙修士 强大的仙源和神识 叶莫心里很是满意 确实是太艰难了 如果不是他的功法太过逆天 他想要斩杀悬仙修士 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刻叶莫 想起了当初那个蓝衣未先说的话来 你今生的修为 只有精仙而已 可是这才几年 他就已经是悬仙了 如果那个蓝衣女仙在他面前 他可以打脸了 他晋级悬仙 甚至连半分神都没废 就好像吃饭睡觉一般的简单 哪怕叶莫知道 这不是他的功劳 是三生绝的功劳 他心里依然大势舒爽 就算是三生绝的功劳 那三生绝也是他推演出来的 说来说去 还是他自己的能力 叶莫清洗了一下 换了一套衣服后 意犹未尽地收起多余的仙金 这才来到了真冰鱼的面前 我们走吧 可以回极界门了 叶莫寄出了清月 对真冰鱼说道 真冰鱼暗自欲了口气 此时他才发现 每次他怀疑 叶莫在虚张声势的时候 最后都证明 叶莫说的是真的 在水潭边叶莫药六亿子灵的时候 他心里骂过叶莫白痴 在吉星泽对那个仙涅体大仙说话的时候 他也鄙视过他 在他跟踪那个仙涅体修饰的时候 他认为叶莫很无语 刚才杜杰叶莫说他最喜欢雷杰的时候 自己甚至懒得和他说话了 也不知道多少次了 最后都证明 叶莫根本就没有说过一次假话 他的每一句话 似乎都是真的 而且还真到立即就会证明 真冰鱼才知道 他以为知道叶莫很多秘密的时候 事实上他知道的不过百分之一而已 叶莫将真冰鱼抱到清悦上后 立即记起清悦 向第三层的入口而去 此时 叶莫已经悬仙初期 线缘更是提升了数倍 就是神识也是大幅度的增加 四品飞行仙气的清悦 被他全力控制 加速起来更是看不见影子 四层的无影霄 似乎知道了叶莫的难惹 叶莫飞行的过程中 竟然没有一只无影霄来阻拦 只是短短的三天时间 叶莫就再次回到了混沌星域的第三层 此刻叶莫才感觉到 就算是好的飞行法宝 也需要好的人来用 如果他没有晋级悬仙 现在还惊陷的话 他无论如何 也无法将清悦控制到如此迅速 当初 他在混沌星域的第三层 飞行了一年的时间 这次 他再飞往第二层入口 只是用了半年的时间不到 由此可见他的进步 叶莫进入第二层后 立即开始小心起来 并且让清悦隐匿了行迹 第二层出现了一个搅魂欲剧变 叶莫不知道 是不是有大能来查看 万一被魏仙遇见了 那位仙对他用神石威压的话 他还真的不敢肯定自己 会不会暴露惊艳 为了以防万一 叶莫将自己的修为 再次隐秘在了惊仙初期 毕竟 他一个惊仙初期进来试炼 这才十来年 就已经悬仙初期了 这种事情说出去 太过害人听闻 本来按照叶莫的速度 三个月就可以来到 第二层和第一次的屏障处 不过叶莫极其小心 他甚至特意绕了一点路 让叶莫奇怪的是 第二层似乎风平浪静 他一路也遇见了几个仙人 竟然都没有任何影响 眼看就要从第二层出去 叶莫终于有些忍耐不住了 他特意拦住了两名 在第二层历练的惊仙 这两名惊仙都是圆满修为 来第二层历练的目的 估计就是为了晋级悬仙 现在 叶莫一个惊仙初期 拦住他们两人 这两人倒是并没有担心 反而打量了叶莫背上的 真兵于己眼 两位朋友请了 我因为一直在一个地方闭关 刚刚出关 想要去搅魂玉试炼 只是找了许久都没有方向 想请问一下两位朋友 那搅魂玉在哪个方向 叶莫上前抱拳 问话的时候 也很是客气 你要去搅魂玉 其中一名惊仙修士 疑惑地问道 是 我就是想去搅魂玉 我师姐神师受伤了 我们打算去催炼一下 自己的身世 叶莫立即答道 那惊仙修士看了看真兵于 倒是没有怀疑 随即说道 你们不用去搅魂玉了 搅魂玉其实是一个小事件 听说十多年前被人收走了 而且 收走小事件的人很阴险 连在搅魂玉试炼的人 也一个都没放过 所以现在搅魂玉 已经等于不存在了 你去了也找不到 叶莫心里倒是有些疑惑 他通过搅魂孤判断出来了 搅魂玉是食海 但是难道只有他一个人 想到这件事吗 按理说 就算是那些大能 没有用过搅魂藻 要来到了这里 也可以判断出一些蛛丝马迹 难道没有人去查 叶莫再次问道 那惊仙修士诞生说道 当然有人查 甚至还有三名 从上天遇来的先帝 得知小事件被人炼化 而且那炼化小事件的人 还残忍无比 将搅魂玉的试炼仙人 全部带走了 三位先帝大人立即大怒 当即将搅魂玉周围封锁了起来 不允许别的人靠近 他们在推算 到底是谁炼化了小事件 所以 你没有找到 算是你的运气 万一影响了先帝的推算 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叶莫连忙抱拳感谢 然后迅速背着真兵鱼远去 等出了两名金仙修士的神使后 他才祭出清月 飞快地向第一层入口而去 此时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三位先帝 肯定觉察到了搅魂玉的古怪 甚至也猜测到了一点搅魂玉 就是无双先帝的试海 什么推算 谁炼化了小事件 这种谎言 只要大仙以上的先人 就很少有相信的 不要说一个小世界和几千先人 就算是一个夏天遇的人死光了 恐怕也不会有一个先帝过来 多管闲事 更何况 小世界对普通人来说珍贵 对先帝来说 小世界恐怕是人手好几个了 如果是真灵世界 或者是混沌世界 那些先帝会来查探 叶末还可能会相信 为了数千低级先人 一个小世界 那绝对不可能 所以对叶末来说 现在他要越快走越好 他也是从搅魂玉出来的 万一推算到他的头上 那可大大的不妙 好在叶末担心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 或者说他太高看自己了 区区一个玄仙 或者说区区一个金仙 哪里有人会将他看在眼里 叶末再次回到第一层的入口时 发现那个方式还在 不过几乎都是他不认识的陌生人了 只有极少数的熟悉面孔 还在 叶末不等这极少数的熟悉仙人 认出他来 就迅速地带着真兵鱼 离开了这里 然后祭出清月 再次疯狂地向出口飞顿 两个月后 叶末带着真兵鱼 回到了混沌星域的陨石门 如果叶末现在没有隐秘修为的话 他肯定会和别的仙人 组队离开混沌星域陨石门 但是他现在表现的 只有惊仙初期 干脆就吸了和别人组队的心思 一般的仙人 也不会带他这个拖油瓶 所以他也懒得去看 混沌星域陨石门口的那些仙人 直接冲进了虚空之中 这一段天域虚空夜末走过一次 这第二次走的时候 他更是熟悉 再加上他的修为 提高了一个大等级 清月更是丝毫都不减速 这一次他的运气 倒是比上次要好处很多了 一路上 只是遇见了一个陨石流和一个虚空风暴群 除此之外 倒也没有遇见什么特别的威胁 陨石流对现在的叶末来说 已经没有了什么威胁 倒是虚空风暴群缠住了他好几天 就算是这样 叶末也只是花了11天时间 就再次踏上了远星屋 先借10年时间实在是算不上什么 可以说眨眼即是 叶末上次单独一个人从远星屋离开 也不过是10年前而已 此时 他再次来到远星屋 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他了 唯一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是 叶末的修为只有惊仙初期 还有一个就是 叶末还背着一名看不出来修为的女仙 对叶末来说 认识他的人是越少越好 到了远星屋后 他第一时间就坐上了前往公华天的传送阵 从传送阵出来 叶末更是全力驱动轻越 赶往极舰门 叶末晋级悬仙 加上他的轻越 已经晋级到了四品飞行仙器 此时再回极舰门 速度比起之前 何止快了数倍 叶末心里早就有打算 他将真兵鱼送回极舰门后 立刻立刻攻华天 有多远走多远 最好是想办法离开十一下天狱 前往中天狱 只是几天后 叶末就再次接近了极舰门的地盘 眼看在飞行两三个时辰 就可以进入极舰门了 叶末却突然停下了轻越 怎么了 真兵鱼心里现在也有些激动 因为他很想知道 师父能不能救他 所以时刻关注着 距离极舰门的路程 此时更是坐在了轻越的前端 现在眼看就要到极舰门了 叶末却停下了轻越 他马上就注意到了 叶末却皱了一下眉头说道 我有一种预感 我们不能太快 似乎前面不大安全 第六一五章 灭门之祸 前面就是极舰门了 有什么不安全 真兵鱼疑惑地盯着叶末说道 说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立即再次补充道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我师父对你动手的 而且 我也不会让极舰门 对你有什么不利 我的伤势和你无关 是我自己造成的 对真兵鱼这话 叶末倒是没有怀疑 他相信真兵鱼可以做到 真兵鱼的师父地位很高 似乎只是在极舰门的门主之下 可是就算是这样 他心里依然有一种隐约的不安 对自己的这种安危直觉 叶末非常相信 从修炼三生诀以来 他就没有觉察错误过 想到这里 叶末不但没有继续前进 反而将轻越掉了一个头 转身就走 真兵鱼皱起了眉头 盯着叶末问道 为什么 实在是很抱歉 我不能去极舰门 我总是感觉前面有危险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你现在也可以寄出彩云账 不过 要是你相信我的话 我建议你 现在不要急着回去 等我找到我不安的原因再说 叶末沉声回答道 并没有因为真兵鱼的话 就前往极舰门 真兵鱼盯着叶末看了好一会 想到之前和叶末在一起的时候 叶末似乎从未虚言过 这才说道 可以 我选择相信你 如果你没有找到什么原因的话 我希望你第一时间 可以将我送到极舰门 叶末没有理睬真兵鱼 他那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浓 随即他调转清月换了一个方向 以更快的速度 离开了极舰门附近 本来真兵鱼以为 叶末会在极舰门附近的仙城 去打听一下的 可是他很快就失望了 叶末不但 没有去极舰门附近的仙城 反而前往了更远的地方 真兵鱼知道 他是无力反抗的 干脆不再说话 他数次怀疑叶末 最后都证明自己是错的 这次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叶末 他知道 如果自己真的要求自己 飞回极舰门 叶末也会同意的 沉默间 他竟然发现自己 竟然对叶末的话不再怀疑了 一个月后 叶末来到一个 距离极舰门较远的仙城 星雁仙城 你最好将自己的容貌遮住 叶末收起清月 将真兵鱼背起来后 对真兵鱼说道 真兵鱼可以说是 宫华天最漂亮的女人 这种女人肯定有人关注 或者会有人认出来 既然极舰门有危险 他就不想让真兵鱼的身份暴露 而且他 早已看见真兵鱼的戒指中 有遮住容貌的青纱嫌弃 可以 真兵鱼没有反驳叶末的话 立即就取出了一片面纱 遮住了自己的容颜 叶末背着真兵鱼 走进星雁仙城的门口 却发现在星雁仙城门口 有一个巨大的仙人雕像 那是星雁大帝 星雁仙城唯一出来的先帝 星雁仙城就是他创立的 真兵鱼见叶末盯着那雕像 主动解释了一句 大帝叶末是知道的 修为必须要到达先帝巅峰 然后其余爱戴他的仙人 给他的一个尊称 叶末没想到 连仙王也很少的夏天狱 还出了一个仙帝 这星雁大帝 应该不是寻常之人 只是他没有心思 询问星雁大帝的事情 星雁仙城的宏伟气势 丝毫不下于比翼仙城 而且热闹程度 似乎比比翼仙城更甚 一波波仙人来往穿梭 不断地进入星雁仙城 一些结伴的仙人 也不断地从星雁仙城中出来 很快就踏上了飞行仙气 消失无踪 叶末拿出一百枚中品仙金 在城门口办了两个零食玉牌 带着真兵鱼进入了星雁仙城 同时将自己的修为 恢复到了悬仙初期 进入仙城后 叶末在真兵鱼的指点下 第一时间来到了 星雁仙城人最多的 仙西楼宴与仙西楼 来仙西楼当然是打听消息 仙西楼有包厢 叶末并没有需要 他带着真兵鱼 直接在大厅角落 要了一个座位 同时要了两杯燕玉仙灵茶 燕玉仙西楼来的人很多 和叶末一样 来打听消息的一样不少 不过和叶末不同的是 这些来打听消息的仙人大都 是为了打听修炼资源 还有组队寻觅仙记的消息 所以在大厅的人并不会少 这些仙人 倒也不是舍不得几颗仙金进入包厢 打听消息 当然是大厅里面更多 燕玉仙西楼大厅的正前方 还有一个巨大的显示阵法 阵法中显示出来了一排排的组队消息 还有显示了许多交易消息 什么重大的拍卖会 什么各大县城的重大事情 在这交易大厅都有显示 让叶末感觉 这个仙西楼的大厅 有些像地球上的股市交易市场 唯一和交易市场不同的是 就算是仙人之间互相询问事情 也不会去大声喧哗 叶末对真兵鱼做了一个手势 正准备找一个人间接询问一下极箭门的事情时 就听见在他们右侧不远处 有人议论到了极箭门 议论极箭门的是两名精先修士 那两人议论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大 却也不是刻意压低 就算是真兵鱼也可以听得清楚 如果敏华不出事情的话 这件事我们三人组队去正好 可惜他的门派都被人铲平了 哎 极箭门这次也是无妄之灾啊 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 竟然被人直接灭掉了门派 极箭门也算是一个上古传承下来的仙门 现在说灭掉就被灭掉了 就算是在下天狱 没有未先的门派也是蝼蚁的存在 是啊 一个大罗仙门在我宫华天也是高高在上 现在如此简单就被人灭掉 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们还是在找一个人吧 等会我去艳遇仙西楼登记一下信息 两人没有在说极箭门的事情 叶末却皱起了眉头 他没想到自己的不安感觉 竟然是极箭门被灭掉了 极箭门是一个大罗仙门 在宫华天也是一等一的存在 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 敢灭掉极箭门 而且 极箭门被灭掉 宫华天的天主 难道不出来说话 再有极箭门为什么会被灭掉 真兵与脸色有些卡白 他虽然一心大道 可是修为终究只有悬仙出气 极箭门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 也是养育他的地方 他的师父也在极箭门 现在极箭门被灭掉 覆巢之下安有婉卵 他没有说话 至少他已经知道 叶末的预感是对的 极箭门真的出事情了 而且还是灭门的大灾难 叶末沉默不语 极箭门出事情 不是让他感觉到危险的因素 极箭门被灭掉了 他一样可以过去 他之所以感觉到危险 说明极箭门那个地方 很有可能有人在等候什么 叶末知道 极箭门已经出事情 早已没有心思留在这里了 我们走吧 叶末站起来说道 他知道 继续留在这里 没有意义 这里距离极箭门 虽然有一个月的路程 可那只是对他来说 如果对于一些大能 说不定只有数个时辰就到了 真冰雨有些木然 他修炼至今 第一次感觉到 没有了方向 就算是他受伤再重的时候 他也没有这样彷徨 因为至少他还可以回到尸门 现在尸门都没有了 他应该去哪里 叶末只是负责 带他回到尸门 现在叶末守信了 可是他没有尸门了 那该何去何从 道兴在坚定 也有无助的时候 此时他根本就不知道 应该怎么做 叶末叫他走 他也只能跟随着一起走 更何况 他还只能靠叶末走 咦 前往唐耀天的天狱仙船 将会在一天后路过 兴艳仙城 一名惊仙后妻的修士 忽然盯着仙溪楼前方 巨大的显示阵法 惊异地说道 唐耀天不是中天狱吗 怎么会在兴艳仙城停靠 在兴艳仙城停靠 又有什么关系 天狱飞船经过 只是停在这里 赚一些仙金而已 还真是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可真的是绝对的好消息 好消息个片 你看看需要多少仙金 那是普通仙人上得了的吗 1500万上品仙金 下等仓 天哪 这简直太可怕了点吧 第1616章 昂贵传票 这个消息 叶末当然也看见了 他立即就背起了真兵鱼 唐耀天是中天狱的一个天狱 现在有这个机会 他一定要去 从离开了混沌新狱后 他就一直不安 陆正群就好像一座 挡住他前面的大山 让他难以前进 再下11天狱 已经让他感觉到了危险 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 他必须要离开下11天 就算是不能前往上11天 前往中11天也是好的 本来叶末都打算去中11天了 现在有这个机会 他更是不会放过 叶末背着真兵鱼 离开了仙西楼 如果真兵鱼 也去唐耀天的话 他和真兵鱼 两人要去 坐下等仓 需要3000万仙金 而叶末身上 也恰好只有3000万仙金 我想去唐耀天 你是和我一起去唐耀天 还是去别的地方 叶末出了仙西楼后 主动询问了一下真兵鱼 如果真兵鱼 还有别的地方可去话 他愿意帮忙送他过去 前提条件是 这个地方必须要一天可以来回 真兵鱼到现在还有些茫然 他从出生起目标 就非常明确 修炼 再修炼 然后将极箭门 变成卫仙宗门 自己晋级卫仙后 再寻求先帝大道 可是现在他的目标 已经毁灭一半了 就算是无数年后 他晋级了卫仙 极箭仙门 也无法再回到原样了 我没有地方去 真兵鱼摇了摇头 语气和他心里想的一般 有些茫然 既然没有地方去 那就和我一起去唐耀天吧 唐耀天是中天狱 或者我们可以在唐耀天 找到恢复你伤势的办法 叶末立即说道 其实叶末 还想到了一个办法 可以恢复真兵鱼的伤势 可是他却不会那样做 他的今夜世界 还有一株小树苗 他肯定 如果将那小树苗 给真兵鱼吃了 真兵鱼绝对会恢复原样 但是那小树苗的作用 叶末是清清楚楚 当初他被那半截刀尖锁伤 伤势无法复原 那小树苗 却轻易将他的伤势康复了 而他只是稍微靠近了一点而已 再加上陆正群 花费了无数心血和精力 就是为了培养那株小树苗 由此可见 那小树苗的珍贵和逆天之处 这种东西 除非他身边的人重伤不治了 他是绝对不会拿出来的 想当那半截刀尖 叶末就想起了一末 心里多了一些思念 那刀尖被他注入了 自己的神识悼念 交给一末自保了 纤细楼上面的信息 写得很清楚 想要坐天狱仙传去唐耀天 需要到新宴仙城 负责管理的地方去 临时登记一下 叶末带着真兵鱼 来登记的时候 在登记的地方 已经坐了十几名仙人了 从金仙到大智仙都有 但大部分都是玄仙 这些人显然都是准备登上天狱仙传 前往唐耀天的 叶末一个玄仙初期进来 本来是没有人注意的 不过看见叶末背着一个重伤的女人进来 倒是立即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仙界的很多仙人 虽然出门都是云彩缭绕 先锋盗骨的 可是大部分仙人骨子里面的那种自私 是根本抹不去的 在那些仙人风光的背后 到处都是猎杀 抢夺 暗算 在有限的修仙资源中 如果不去拼抢 那只能在无尽的修仙大道中被淘汰掉 其实相对来说 真正大门派 出身的仙人弟子 素质还是稍微高点的 他们至少有门派作为保证 如果不是让人眼红的东西 一般是不会动辄杀人的 所以这些人看见叶末背着一个重伤的女子过来 才疑惑 这里的人都是惊仙之上 眼光毒辣 只要随意一眼 就可以看出真兵与无法修炼了 普通的仙人 很少有舍得拿出一千五百万仙金 去为一个无法修炼之人付船票的 有部分人已经看见了真兵与美道的极致的身材 再加上叶末背着她 这些人立即就认为 叶末应该是太过喜欢这个女人 这才不令多拿出一千五百万仙金来 一个悬仙初期 竟然可以拿出三千万上品仙金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其震撼的事情 不要说悬仙初期 就算是大部分大仙 也拿不出一千万上品仙金的 更何况 这个悬仙为了一个女人 也能砸出一千五百万仙金 她该多富有 这里不是中天狱 更不是上天狱 而是下天狱啊 这里坐着的十几个仙人 哪一个不是积攒了无数年的仙金 或者是得到了传承支援的 如果让一个只修炼了千年不到的仙人 拿出千万的仙金 那根本就不可能 在负责收取仙金的管理处 叶末毫不犹豫地 拿出三千万仙金交了上去 办理了两张登船的御牌 然后坐在一边开始等候仙传的到来 出了三千万仙金后 此时她身上的仙金加起来 已经不到十万了 不过叶末并不担心 只要到了唐耀天 她就有办法 叶末用三千万仙金购买了两张船票 立即就引起了其余仙人的尊敬 哪怕她是背着真兵鱼 也立即有仙人 主动让开了靠窗的地方 让叶末坐下 朋友也是来自宫华天吗 一名在叶末旁边的悬仙中期 见叶末放下真兵鱼后 主动抱拳 向叶末打了个招呼 叶末回礼说道 不是 我从疾风天过来 只是之前听说 这里有天狱仙船飞过 特意来的 我这些年积蓄了一些仙金 想去中天狱碰碰运气 说话的同时 叶末也小心地观察了一下 眼前这个悬仙 穿着褐色的仙袍 长相很普通 就是扔进人堆里面 看不出来的那种 不过叶末并没有觉察到 她有什么企图 应该就是看见自己 随便拿了三千万仙金 所以特意来结交 没错 我们下天狱的仙灵器 实在是太细薄了 而且资源也不够 完全靠仙金修炼 根本就不行 我这次也是咬了咬牙 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准备去中天狱看看 或者可以在中天狱 晋级到大仙 也未可知 这赫一悬仙 立即赞同地说道 叶末点点头 微微一笑 却没有再说话 这赫一悬仙却很是剑谈 她再次对叶末说道 朋友你可以提前 得到天狱仙传的消息 那是真的了不起 我得到这个消息 还是偶然间 如果要是我在疾风天 得到这个消息 我肯定来是不急赶上仙传的了 我叫兰迪生 我听说天狱仙传 要非数年时间 大家认识一下 都是夏天狱出去的 互相之间 也好有个照应 这赫一悬仙 却并没有因为叶末话少 也不再说话 反而还主动介绍了一下自己 我叫叶末 这是我师姐 叶末见着兰迪生 很是热情 也主动介绍了一下自己 却没有说真兵鱼的名字 看见叶末和兰迪生 很快熟悉了起来 旁边的两人 也主动加入了谈话中 其中一名女仙 悬仙中期修为 叫谭萧兰 还有一名悬仙后期的男子 叫向麒麟 除了叶末 是去中天狱躲难的外 其余三人 都是去寻求 晋级大仙机会的 虽然叶末修为最低 不过刚才叶末 一致千金的派头 并没有任何人小看她 谭萧兰相貌上 无法和真兵鱼相比 却也算是一个 长相不错的女仙 向麒麟气势外露 看起来很是彪悍 就好像 叶末刚刚晋级 先涅体的时候差不多 彪悍气息不能内敛 叶末却知道 向麒麟并不是炼体修士 她的彪悍 应该是与生俱来 或者是长期 在外地殿形成的一种气势 向麒麟看起来 虽然很彪悍 但是说话却很是和气 而且没有半分 圣麒麟人的样子 真兵鱼一言不发 其余几人不知道 真兵鱼是不是叶末的师姐 也没有人主动出声询问 蓝笛生 向麒麟 谭萧兰三人 都是来自宫华天 也都是散修 几人说话都很随意 大家也都是为了 去中天狱寻求机缘 倒也算是志同道合 几人谈话很是愉快 叶末几次想要询问 极箭门的事情 但是都忍住了 她知道这个时候 询问极箭门 绝对不是最合适的时候 或者 等几人上了天狱先传后 她倒是可以询问 之后又陆续来了 将近二十多人 这让叶末名 白天狱先传 还真是大赚 这只是从新宴仙城经过一下 就能赚取这么多的仙金 这整个仙传跑一趟 该有多少路障 蕭兰也有些羡慕地叹息了一句 就是这里的四十人 也可以给仙传 带去数亿的仙金 那整整一传人 可以赚取多少 更何况 他们做的还是下等仓 那岂不是说 中等和上等 甚至特等仓的价格更高 兰迪生却摇头说道 这仙金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赚取的 先不说 那天狱先传的难得 一艘普通的天狱先传 就需要庶名仙器宗师 炼制上百年的时间 而且 仙传的消耗和运转 更是有不菲的代价 这些不算 在夏天狱 前往中天狱的天狱先传 至少有三名左右的 先王护卫 普通人 就算是给你一艘先传 你能运转得起来吗 兰迪生的话 让不是很懂的谭肖兰 更是惊叹不已 如果天狱先传 真的需要这种代价 才可以运行的话 不要说它了 就算是给一个先王 一艘天狱先传 那先王也无法运转起来 我听说在夏天狱 也有到中天狱的传送阵 谭肖兰继续问道 兰迪生 这次却没有否定 只是说道 传送阵我也听说过了 不过从夏天狱到中天狱的传送阵 从来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 因为那传送阵 也从来都不开启 只有极其紧急的时候 才会开启传送阵吧 具体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叶末仙界见识本来就少 跟随这几人谈话半天 也增长了许多的见闻 第1617章 黑传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天狱先传也及时到来 仙传停在了 星雁仙城的外围 庞大的船身 几乎可以比你小半个 星雁仙城的大小 叶末等人 跟着星雁仙城负责管理的人出城后 从仙传下方 陆续进入天狱仙传 从天狱仙传停下 到叶末等人进去 然后天狱仙传再飞起 前后不到数分钟的时间 星雁仙城负责管理的人离开后 带领叶末等人的是 仙传的一名大乙仙人 他扫了叶末等人一下说道 欢迎你们来到唐凤天狱仙传 大等仓每个房间 租价是十万仙金一年 其中一名玄仙后期修士 不等着大乙仙说完 立即就惊讶呆哑了一声 随即就问道 前辈 我们已经付过船票了 还要再付下等仓的租金 那大乙仙一皱眉 与其突然变冷地说道 你的意思 是你付过那点仙金后 就可以在这里白住 也可以在这里 白白用仙灵器修炼了 那玄仙后期修士打了个冷战 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此事包括叶末在内 所有的人都知道被坑了 船票既然不包括住的地方 这简直是岂有词理 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 在天狱仙船里面 何管事闹 岂不是自找苦吃 就算是你马上不坐仙船了 人家也不一定会特意停下 让你离开 更何况 没有人愿意离开 离开后就代表 一千五百万仙金 打了水漂 叶末也沉默不语 好在甄冰鱼戒指里面 还有部分仙金 不然的话 他们两个人连住宿费都没有 看见其余的人不再说话 那大乙仙点点头说道 现在你们可以在我这里购买房间预排 至于仙船的其他费用 在每个房间都有 一听这话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不是仙船 这是贼船 不过大部分人都已经打定了注意 不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绝不离开自己的房间 这样的话 就算是别的地方要仙金 也要不到他们头上去 大家纷纷拿出仙金购买房间 除了几个别的仙人 大部分都是 每人购买了一个房间 毕竟仙人都有秘密 没有人愿意和别人在一个房间修炼 叶末却只是购买了一个房间 第一是真兵鱼连自保和行动的能力都没有 第二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仙金 这里一买就是十年的 十年两个房间就需要240万仙金 他戒指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仙金了 只有真兵鱼的戒指 里面还有几百万仙金 拿到房间号后 熟悉的人互相打了个招呼 各自去寻找自己的房间 天狱仙船的下等舱 也就是仙船最下方中间的一些船舱 仙灵气匮乏 根本就没有聚灵阵 完全只是提供一个住的地方而已 至于靠近仙船边缘的一些房间 那都是上等舱 至于顶端的一些房间 那是特等舱了 叶末拿到的房间号 是下以298号 他和兰迪生等人打过招呼后 快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叶末用玉牌打开房间静置 进入房间后 顿时有些无语 十万仙金一年的住处 只有十个平方不到 如果不是休市 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办法住下去 这可不是住一年两年的事情 而是动辄十数年的事情 这让叶末想起了 当初从唇口仙战 前往黑炉森林的仙船来 当时他更穷 只是住了一个边角舱 可是这个下等舱 似乎比边角舱并不会好多少 叶末取出一些常用的东西 将真兵鱼放下来后 这才注意到 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个牌子 牌子上写着密密麻麻的价格 去仙船顶贯 虚空天狱 一万上品仙金一天 去参加中等舱交易会 方式一万上品仙金一天 去上等舱方式三万仙金一天 中等舱方式自己租赁摊位 十万上品仙金一天 价格牌子很长 叶末有些无语 他根本就懒得去看了 去看风也要一万上品仙金一天 这种仙船不赚钱 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了 这简直就是 他见过最大的一个黑船 你打算就这样一直带着我 真兵鱼见叶末转身 突然问了叶末一句 自从他得知极箭门灭门后 就很少说话 这还是他主动询问了叶末一句 叶末诞生说道 当初我重伤昏迷的时候 你也没有抛弃我 所以我带上你也是应该的 况且 我本来就要去唐耀天 这次只是顺便而已 其实我倒是很想知道 你的打算是什么 真兵鱼已经从之前的那种 茫然状态清醒了过来 他皱了皱眉头 半晌后才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请你帮我 只要我的伤势可以愈合 仙灵根可以修复 我就可以独自离开了 叶末点点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 你的伤势 需要什么仙灵草才可以 但是我肯定地告诉你 我会帮你忙的 我在唐耀天 本来就是去修炼和历练 同时 我也会关注一下 涅槃失败后 应该用什么仙灵草可以康复 其实 如果再有一株混沌轻敌 我肯定可以康复 不过 我也知道混沌轻敌这种东西 可遇不可求 真兵鱼也有些无助地说道 他现在除了求业末外 根本就没有人能帮助到他 他很想知道 为什么极剑门会被灭门 极剑门也是一个大宗门 就算是宫华天最大的仙门 甚至是天主府 也无法说灭 就灭掉极剑门了 叶末在房间中四处查看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 什么监控阵法和禁止 这才取出一些仙经 开始布置聚灵仙阵 在这个地方 没有聚灵仙阵 根本就没有办法修炼 但是叶末布置完阵法后 立即就明白了 为什么那上面 要写上去 官风也要一万仙经了 这仙船里面 有更为高级的阵法 他布置聚灵阵的仙灵器 大部分都会被别的阵法吸收走 叶末大怒 这简直比黑船还要黑 这种船上怎么修炼 不过他很快就知道 自己再愤怒 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对真兵渝说道 我去找兰迪生 询问一些情况 你自己先修炼吧 带我一起去吧 我也想知道 极剑门是怎么被灭掉的 真兵渝表情坚定地说道 叶末一说 去找兰迪生 他就明白 叶末去做什么了 兰迪生正和叶末一样 在房间里面破口大骂的时候 叶末过来了 叶兄 你怎么过来了 兰迪生看见叶末过来 倒还不是很奇怪 但是叶末将他的尸姐也背过来了 他倒是真的 有些奇怪了 叶末很是客气地 对兰迪生抱了抱拳说道 兰兄 我确实是有些事情要找你 兰迪生知道 叶末特意带着他尸姐过来 肯定有重要事情 所以也取出两个椅子 让叶末和真兵渝坐下后 这才说道 叶兄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请尽管吩咐 叶末点点头说道 我现在也不瞒兰兄 我和我师姐 都是来自极箭门 什么 兰迪生听到叶末的话后 心里一惊 差点站了起来 不过很快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难怪叶末要在这里说 极箭门被灭门了 一旦外人知道他们是极箭门的 他们哪里 还有命在 真没想到 叶兄竟然可以 从那场浩劫中逃出 只是极箭门 恢复了平静的兰迪生叹息了一句 显然也有些为极箭门哀叹 叶末谢过兰迪生后 我和师姐不是逃出来的 我和师姐十几年前就出去历练了 只是最近才回到门派 可是当我们 回到门派后 才知道 原来极箭门已经不在了 那你是来找我询问 极箭门灭门愿意的 兰迪生立即就明白了过来 原来叶末和他的师姐 在仙城中不敢询问原因 现在已经来到了天狱仙传 这才问了出来 是 请兰兄告知 叶末沉生说道 兰迪生在叹息一句说道 其实我也并不肯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消息 我也是从别处听到 至于是否准确 我却不肯定 兰兄但说无妨 叶末点头说道 好 兰迪生硬道 自在王此人 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 叶末想到自在王 心里就有些不舒服 那次自在王的神识 差点让他暴露了今夜事件 兰迪生点点头说道 两年前 那自在王突然前往极箭门 本来对极箭门来说 一个先王尊者前来 是极为欢喜的事情 事实上 极箭门上下都很是高兴 甚至还特意邀请自在王讲道 但是 让极箭门掌门和大长老 没有想到的事 那自在王突然要求 极箭门的门主 将门下弟子真兵鱼 给他为妃 真兵鱼脸色一变 他拉下面纱 眼里充满了愧疚 似乎想不到 事情从他头上起来的 他立即就想到了 当年他拦住叶末 被自在王神时 扫过的一幕来 霍根应该就是 那个时候埋下的 原来你就是兵鱼师姐 兰某失礼了 蓝笛声连忙站起来道歉说道 后来是不是 兵鱼师姐的师父不同意 然后自在王立即借机发作 随即就杀得极箭门鸡犬不留 叶末沉声问道 叶末虽然在问话 心里却在冷笑 一个先王会因为这点小事灭门 就算是自在王在狂暴 他也不会相信 更何况 如果自在王要得到真兵鱼 当年他随手一抓就已经走了 哪里还会等到现在 第1618章 出手相助 蓝笛声惊诧地看了叶末一眼 他不知道叶末是因为听说过一些什么 还是自己猜测出来的 不过他却点了点头说道 当时自在王确实是大怒 当场发作了 我只是在极箭门被灭门之后 才听说了一些小道消息 听说秦前辈得到了彭越仙果 彭越仙果 叶末震惊地盯着蓝笛声 在下天狱 哪里来的彭越仙果 就算是有 估计也要去黑卢森林的最深处寻找 而黑卢森林深处 就算是先王去了 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秦佩福敢去 彭越仙果是七级仙果 可以炼制一王丹 可以属于最顶级的七级仙果了 连一些普通的八级仙灵草 也无法相比 蓝笛声尴尬地笑了笑说道 其实我只是听说而已 听说自在王得知 秦前辈得到了彭越仙果 想象秦前辈买 结果秦前辈不愿意 所以找这个借口 见夜莫咒梅沉思不语 蓝笛声再次说道 我还听说另外一个小道消息 听说秦掌门的女儿秦念梅 带了一个道旅回去 那个道旅是一个仙丹师 而且还有一种天火叫物联星火 夜莫没有想到 连自己也牵扯进去了 更是关注起来 虽然她和秦念梅是交易关系 却不希望极见门灭门的事情 和自己有关系 说起来 她能知道混沌心欲 还多亏了秦念梅 蓝笛声显然不知道这些内幕 依然自顾说道 自在王有一种天火叫南忧虚火 而且已经到了子念三级 所以很想得到物联星火 可是她却被告知 那个丹师不知去向了 夜莫对火很精通 南忧虚火 是天地108种奇异火种之一 属于天火 排名七 而且 南忧虚火有一个特性 在子念三级后 如果想要破虐成为四级仙艳 可以通过吞噬九青火焰半导 而物联星火 正是九青火焰之一 至于是不是因为极见门 拿不出来物联星火 惹怒了自在王 还是因为彭月仙果的事情 我却不知道了 蓝笛声说完后 也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夜莫这么富有 原来是来自大罗仙门 大罗仙门在宫华天极为尊贵 所以 哪怕真兵鱼的修为看不出来 还重伤 他也尊称为师姐 他可不知道 夜莫的仙金和极见门 可没有半分关系 再说了 就算是极见门这种仙门 随便一个弟子 估计也拿不出来 几千万上品仙金 请问蓝修 我极见门的人都被杀了 还是有部分逃出去了 真兵鱼最担心的 就是他的师父 蓝笛声摇了摇头说道 这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我听说逃出去一些 至于具体情况 我这种修为的 根本就不敢靠近极见门 多谢蓝修啊 夜莫倒是对蓝笛声 很是感激 他也知道这是天狱仙传上 如果在星雁仙城 就算是蓝笛声和他说的来 这些话 他也是不会说的 更何况蓝笛声能知道这么多 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极见门被灭门 绝对不会这样简单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极见门就不会让他感觉到危险 这就说明 极见门被灭门后 还有什么人在哪里 蓝笛声连忙说道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我也是道听徒书而已 说完后 又有些气愤地说道 这个仙传简直太黑了 我们付了1500万上品仙金 住个十年也要120万仙金 这简直是抢仙金啊 我不知道 这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 空空的一个房间 也需要20万仙金的押金 我肯定 到时候他们会说 这房间有些磨损 然后这20万仙金 就不会退给我们了 夜莫也附和了一句道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虽然现在多付点仙金 等到了唐耀天 或许收获得更多 毕竟不是 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中天狱的 也是 现在只能这样想了 蓝笛声点头 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 同时心里却在想 在这个地方 仙金源源不断地送出去 没有一点入账 将来怎么办 夜莫见状将真兵鱼抱起说道 那夜莫就先告辞了 空闲的时候 再和蓝兄畅谈 蓝笛声连忙将夜莫和真兵鱼 送出房间 虽然极箭门被灭掉了 但是极箭门毕竟是大罗仙门 底蕴还在的 谁知道什么时候会东山再起 所以 指点夜莫和真兵鱼 是极箭门的 蓝笛声很是客气 回到房间后 真兵鱼第一次 没有了修炼的心思 夜莫也没有找真兵鱼说话 他在想着 那个自在王 自在王看过他 能记住他的气息 如果他继续留在公华天的话 说不定还有被自在王找到的一天 想到这里 夜莫也暗自庆幸自己临时决定 来到了这个天狱仙船上面 船在黑 总比等阵被杀好 几天后 夜莫就感觉到有些枯燥起来 真兵鱼比较耐得住性子 虽然这里仙灵气匮乏 可是他却能耐得住寂寞修炼 夜莫却受不了了 他在这种小屋子里面 既无法修炼 也无法炼丹 炼气 就算是真兵鱼知道他有今夜世界 他也不敢进入今夜世界修炼 在这种有先王的地方 进入今夜世界修炼 他除非不想活了 当初自在王址是用神石压制了他一下 他就差点暴露了 虽然那个时候 他的修为还只有惊现 但是夜莫也不认为 到了悬仙他就可以承受得住 我想出去一下 夜莫看着还在修炼的真兵鱼说道 真兵鱼停下了修炼 看着夜莫问道 你是不是想去问问 什么地方可以赚取仙金 夜莫恩了一声说道 没错 我们的仙金加起来 也才两百万不到 我估计这黑船不是这么简单 若是将来 我们没有仙金了 万一这黑船将我们两人赶出去了 那可不是好事 夜莫出去除了看看这天狱仙船的周围外 也有想看看 有没有地方能赚取仙金的 他确实是怕 万一仙金没有了怎么办 好 那你小心点 真兵鱼第一次叫夜莫小心点 看样子他也知道了 自己的命运和夜莫完全联系在了一起 真兵鱼不说 夜莫也不会不小心的 这里有仙王 他在没有打听清楚的情况下 还不想被仙王发现 让仙王发现倒也没什么 绝对不能让仙王对他产生任何怀疑 唐凤天狱仙船 简直就相当于一个移动的仙城 虽然在这里面 无法看清楚仙船的全貌 夜莫却知道这仙船的庞大 当初他登船的时候 那种悬浮在天空的宏伟庞大 让人很难相信 这是一个仙船 这种不能收进戒指 也不能自动大小的仙船 其中浪费的材料可想而知 仙船是庞大宏伟 在下等舱居住的地方 却狭窄阴暗 而且神石无法延伸 其实 就算是神石可以扫出去 夜莫也不敢扫出自己的神石 夜莫沿着前面的狭窄走廊 走了有数千米远 这才看见一个巨大的出口标识 标识上有两个箭头 一箭头指着出口 上面写着下等舱出口 另外一个箭头指着方式 夜莫不知道 从这出口出去 是不是直接就到了中等舱 他是不会现在就去中等舱 他转了个弯 选择了前往方式的方向 一路上夜莫再次遇见了数个岔路口 夜莫知道 那些岔路口都是下等舱的住处 夜莫心里却是暗叹 这么多的下等舱 要收取多少仙金啊 更何况 这还是其中的一层 这仙船还不知道有多少层 在往前走的时候 人越来越多了起来 很多仙人都是和夜莫一样 准备前往方式的 下等舱的方式入口人很多 夜莫发现 下等舱的方式进入 也需要交纳一千上品仙金 心里不由得有些无语 似乎在这个黑船里面 任何地方都要仙金 夜莫刚想进入方式 就看见一名悬仙初期红着脸 向那方式门口的管理解释着什么 不行 方式门口的管理大乙仙 大声拒绝了那悬仙初期的修士 怎么回事啊 夜莫疑惑地 像站在自己旁边的一名修士 问了一句 那修士摇了摇头说道 因为没有一千仙金 被拦住了呗 如果你再不交出仙金 或者交出你的东西抵押 我将直接将你带走 交给执法处 那方式门口的大乙仙 有些忍耐不住的冷声喝道 夜莫看见那悬仙修士脸又红又急 知道他确实是没有这一千仙金 连忙走过去 取出一千仙金递给管理处的 那名大乙仙说道 他的一千仙金 我帮忙交了 让他出来吧 那管理处的大乙仙 冷冷地盯了夜莫一眼 结果仙金却并没有说不行 眼里有些不屑 看见夜莫竟然帮别人交仙金 周围的仙人很多都是摇摇头 不过却没有一个人多说什么话 夜莫虽然穷 可是一千仙金对他现在来说 还不算什么 再说了 他想到了当初 自己在比翼仙城门口 也是没有仙金进去 以己夺人 能帮就帮了 那悬仙修士 终于可以从方式出来 走到夜莫面前 更是千恩万谢 区区一千仙金而已 不必客气 我想你既然仙金不足 何必来方式 夜莫也有些疑惑 此人明明没有多少仙金 还要来方式干什么 那悬仙修士叹息了一句说道 朋友 你肯定是进入仙船不久吧 你以为留在房间里面不出来 就不用交仙金了吗 如果你这样想 你很快就会沦落到和我一样了 第619章 毫无道理可言 夜莫进入方式 本来就是为打听一下情况 现在听到这悬仙的修士的话 立即就知道对方 在这里至少有些年数了 这天狱仙船 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的 似乎已经飞很久了 既然是一个老资格乘客 夜莫立即就改变了 进入方式的想法 他指着旁边 一间不大的仙戏楼说道 朋友 如果有空的话 一起过去做做吧 那悬仙显然明白夜莫的意思 立即点头同意 夜莫知道 就算是仙城最好的仙戏楼包厢 进去做一个时辰 也不会超过上百仙金的 普通的包厢进去 最多只有十块仙金 甚至两三块仙金也是可以的 但是 两人进入这个小如鸟笼的仙戏楼包厢 居然也有五百上品仙金 而且还是一炷香时间 看着夜莫拿出一千仙金定了两炷香时间 这悬仙修饰眼里大势心疼 如果是他的话 他是绝对不敢在仙船里面如此大手大脚 夜莫当然知道仙金在仙船里面的珍贵性 但是他和别人的想法不同 他知道在这种地方 仙金的数量有限的话 靠节约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节约只能让你仙金用完的天数少几天而已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大的问题还是 怎么在仙船上赚取仙金 夜莫会炼丹 也会炼气 可是这里是仙船 不说材料有限 就算是材料多多 自己炼制的东西顶级 也要人有仙金来购买啊 两人在包厢里面坐下后 夜莫要了两杯仙灵茶 对面这名悬仙修士 喝了一口这低烈无比的仙灵茶 竟然舒爽地压了一声 显然他不知道多久没有用仙金修炼过了 我叫吴李聪 之前多谢朋友帮忙 不然我肯定要被赶去做苦力了 这悬仙修士 先喝了一口仙灵茶后 再次向夜莫道谢 只是眼里有些歉意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对夜莫有歉意 夜莫摆摆手说道 我叫夜莫 其实找五兄来的目的 五兄应该也知道了 就是想问问仙船里面的情况 五兄可以先说说 做苦力是什么回事吗 吴李聪叹了口气说道 天狱仙船听起来好大一个光环 其实真是恶心至极 这里任何地方都需要仙金 一旦仙金用完了 马上就会被赶出住处 进入最下面的矿石提炼仓 那矿石提炼仓住着的 都是一些没有仙金 被赶下去的仙人 数千上万人都在一个大仓中 不断地提炼虚空秘营 很多仙人因为无休无止地 在那仙灵气匮乏的地方 提炼虚空秘营 没有仙灵气补充仙源 最后只能陨落了 竟然是虚空秘营 夜莫立即就明白过来 虚空秘营是虚空陨石中 提炼出来的 是炼制仙气的顶级材料之一 根据虚空秘营的成色 从四级仙材到六级仙材的都有 顶级的虚空秘营 甚至可以达到七级 虚空秘营可以布置 远距离传送阵 也可以炼制虚空属性的法宝 价值极高 唯一的缺点 就是虚空秘营太难以提炼了 因为这东西 只是在虚空陨石中才有 而且一座小山一般的虚空陨石 也提取不到多少虚空秘营 这天狱仙传在天狱虚空中飞行 当然有人可以弄到虚空陨石 既然有虚空陨石 那就需要人去提炼 明白这些后 叶末立即心里一寒 好很多啊 住在下等舱的仙人仙金 被压榨光了 那只能去提取虚空秘营 否则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了 之前他还以为这仙传 只是榨取仙金利害而已 没想到居然这么狠毒 我就因为仙金没有了 这才拿了自己唯一的几瓶丹药 想要去方式出售掉 可惜的是 就算是我要的价格再低 也没有卖掉 相反还欠下了入场的一千仙金 仙传上的人 巴不得我没有仙金 然后去炼矿 现在 你帮我付了仙金 那管理的大乙仙人 肯定会记恨在心 你要小心点了 吴里聪语气有些歉疚 其实他心里清楚 他给叶末带来的麻烦 远远不是这些 叶末点头表示自己明白 随即再问道 你之前说 就算是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出去 也会交仙金 那是怎么回事 吴里聪叹息了一声说道 因为仙传在天狱虚空中 经常会遇见天狱风暴 有时还会遇见 更可怕的天狱灾难 所以 每年都会有人来收取 仙传的维护费用的 这些仙金 都不包括在 你已经交过的仙金当中 听到这里 叶末差点忍不住要爆粗口了 这哪里是仙传 这简直就是地狱 在这仙传中无法证取仙金 每日仙金不断地送出 就算是再富有的人 也会被弄空了 那这里的仙人 如何证取仙金 叶末皱了皱眉头问道 证取仙金的地方倒是有 但大部分都在上等舱 下等舱 只能去方式寻求一些机会 当然你也可以主动要求去练矿 练虚空秘营 还是有仙金可以证取的 不过要根据个人 能练制多少出来 有的时候 你练制完了一大块虚空陨石矿 结果一滴虚空秘营都没有 无理聪明白夜莫的心思 摇头说道 那上等舱 怎么证取仙金 上等舱的方式 富有的人多 方式的东西可以卖出价格 只是摊位的价格太高 而且上等舱的仙人眼光也高 普通东西根本卖不掉 除此之外 在仙船遇见续空风暴等危险的时候 你为仙船做出了贡献 也有仙金 不过仙金和你的贡献 肯定是不会成比例的 当然 在仙船方面 捞取续空陨石矿的时候 你可以去帮忙 弄到的陨石矿 也可以卖给仙船方 就这些 听说中等舱和上等舱 还有决斗场 进去参加决斗 可以赢取仙金 赌方 酒楼 炼单 炼器 只要你有本事 有本钱去上等舱 或者中等舱去做的话 都有赚仙金的机会 只是我一直在下等舱 很多也不是很清楚 说到这里 他见叶末有些异动 连忙说道 你可千万不要随便想着去中等舱 或者是上等舱 那就是一个无底窟 很多人想去弄一个摊位赚仙金 结果亏的 只能去炼矿了 对了 我听说这些船上还有仙王 我们能不能见到仙王 叶末想起了自在王的恐怖威压 赶紧将这句话问了出来 无理从无语地看着叶末说道 仙王大人 都是在特等舱的顶级修炼室 怎么可能出来 他们都是在闭关当中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仙王大人就是在特等舱区域 也是看不到的 不要说我们了 叶末暗暗松了口气 只要看不到仙王 那就是好事情 我明白 多谢你了 叶末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站起来说道 无理从暗自摇头 他知道 眼前这个悬仙修士 应该不会听他的话 等他撞到头破血流的时候 他就知道 自己没有骗他了 叶末和无理从走下楼梯 心里确实是和无理从想的一般 想去中等舱区域 或者是上等舱的区域看看 至于特等舱区域 叶末还没有想去 看叶末就要离开 无理从又补充了一句说道 叶兄 在这里面可以容忍的时候 尽量不要和别人冲突 见叶末有些不解地看着自己 无理从解释道 因为这里面是可以随便杀人的 这里拳头就是硬道理 先传的管理也不会说什么 一旦两个先人发生了冲突 其中一人就可以找你挑战 如果你不愿意 就需要赔偿先金 如果先金也没有 那对手就可以将你告上管理处 你可能会被收缴了戒指 送去链框 没有道理可言 叶末再次皱起眉头问道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无理从达道 除了拳头和决斗台 一旦同意决斗 就要去决斗台 一般的情况下 两个人上去 只有一个人下来 这地方看样子 还真的只能留在住处 什么对方都去不了了 叶末摇了摇头叹息道 无理从却正色说道 叶兄 如果你得罪了人 就算是在住处 也没有用 别人可以打碎你住的地方挑战你 而且还不用负责 损失都是你来赔 如果你被杀了 他可以得到你所有的东西 一样可以赔偿先传的损失 对先传方面来说 只要有赔偿就好 至于这赔偿是怎么来的 他们丝毫不会管的 叶末得知这些后 立即就知道自己 今天帮助无理从赴先金的做法 很错误了 无理从应该是有些过意不去 才和自己说这么多 他帮助无理从赴了先金 那就代表他很富有 根据无理从的先传理论 这里任何人都可以找他麻烦 毫无道理可言 想到这里 叶末无心和无理从多说 告别无理从后 急不往回走 无理从看着两名悬仙修士 跟随着叶末一起离开 摇了摇头 换了一个方向离去 他无意中连累了叶末 虽然无奈 却也没有办法帮到叶末 他能做的全部做到了 只是提醒一下叶末而已 叶末走了数百米 就知道后面有人跟踪了 不过他并没有停下来 这地方哪里是仙传 简直就是一个土匪窝 只是片刻时间 叶末就到了自己的住处 让叶末愤怒不已的是 他发现在自己的住处 照样有一名悬仙修士 在砸房间禁止 第620章 挑战三人 那砸叶末房间禁止的仙人 看见叶末回来 倒是停住了 继续砸下去 其实他心里也很奇怪 按照他的想法 这个房间他早就砸开了 可是事实上是他砸的时间 已经超出他的预估 而房间的禁止才开始松动 叶末冷眼看了一下 这砸自己房间的修士 悬仙后期修为 满脸横肉 看起来彪悍无比 周围倒也是有些人 躲在一边旁观 可是却没有人敢进前 嘿嘿 回来了 回来了正好 那满脸横肉的悬仙修士 见叶末过来 没有丝毫的惊慌 反而一点没有放在心上 如果是之前 叶末肯定会愤怒不已 甚至会去问仙船下等舱的管理仙人 可是现在 他半分这个想法都没有 这里的规矩 他大部分都已经知道 这种事情 去找仙船的执事 那就是自找苦吃 你是要找我去决斗台 决斗是不是 叶末知道了这里的情况后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木火 这里 既然只有实力为尊 没有别的 那就犯不着发怒 这横肉悬仙后期倒是愣了一下 他来并不是找叶末决斗的 只是想要讹诈点仙金 然后将叶末房间的那个女仙 带走完几天 仅此而已 你敢找我决斗 这悬仙后期 就好像听见了最可笑的事情一般 还有些不敢相信的 盯着叶末询问了一句 叶末这句话 就是送死啊 等等 不等叶末说话 跟踪在叶末身后的那两名悬仙修士 也已经过来 这跟过来的 同样是两名悬仙 一名悬仙后期 一名悬仙中期 你现在没有资格找别人决斗 我已经先找你挑战了 我叫韩布 说话的是跟踪叶末而来的 一名悬仙后期 中等身材 眼神却凌厉无比 他本来是 没有打算找叶末决斗的 可是叶末眼看就要 和别人决斗了 那他就完全没有机会 只能在叶末说出决斗之前 先说了出来 否则叶末和那个悬仙后期的家伙决斗 他哪里还有发财的机会 至于挑战叶末的原因 他根本就懒得着 那你呢 叶末语气平淡地看了一眼 那悬仙中期修士 这悬仙中期 刚才也是跟踪他一起过来的 叶末同样也懒得询问是什么原因 这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 那悬仙中期黑黑一笑说道 我当然是挑战你的 不过韩兄既然已经挑战你了 那就没我的事情了 那横肉悬仙立即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感情看上叶末手里 仙金和他房间 那个女仙的 还不是他一人 现在有人要提前和叶末决斗 他连忙说道 明明是我徐步成仙过来的 你们难道不顾规矩不成 韩步的修为和他一样 都是悬仙后期 没有什么划不开的梁子 他只想赚取仙金 还不想和韩步冲突 没有人说挑战原因 因为就算是先传的管事来了 以任何可笑的原因 挑战都可以成立 叶末很是不耐烦地说道 别吵 等我进房间 将我师姐带出来 马上去决斗台 你们三人我都挑战了 还有你 叫什么名字 听到叶末的话 韩步和徐步成立即呆住了 那名悬仙中期 更是不敢相信 区区一个悬仙初期 竟然要向两个悬仙后期 还有一个悬仙中期挑战 旁边看热闹的仙人 也都是惊意不解地看着叶末 有这种找死的人 半晌后 那悬仙中期才想到叶末问他的名字 下意识地回答道 我叫夏金刀 不过他立即就想到自己 为什么要回答叶末的话 随即住口不言 叶末懒得去 理睬这三人 直接滑开了房间的静止 却看见真兵鱼正 有些担心地坐在那里 出了什么事情 真兵鱼见叶末回来 立即松了口气 连忙问道 叶末走过去 将真兵鱼背起 然后收掉房间的东西 这才说道 几个不长眼的 想要挑战我 我们马上去决斗台 这里不是九流之地 在听了无理聪的话后 叶末已经打算 离开这个下等舱了 他相信自己 可以在中等舱 甚至上等舱混个位置 他和别的仙人不同 他是一个仙丹大师 还是一个仙气大师 什么是决斗 真兵鱼疑惑地问道 叶末就好像没看见 门口的韩布三人一般 直接解释道 这里杀人随便 甚至可以随便 砸你的住处 只要你的拳头比别人大 就可以随便去决斗台杀人 有这种事情 哪怕知道仙界实力为尊 真兵鱼也有些震撼 实力为尊的仙界 也不是想杀人就杀人的 相比起来 这里才是真正的实力为尊啊 看见三人还有些愣神 叶末冷声说道 带路去决斗台 你要向我们三人挑战 满脸横弱的徐步诚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地问了一句 叶末既然知道决斗台的事情 就肯定就知道 上了决斗台 只能有一个人下来 既然知道 还敢找他们三人决斗 难道是疯子不成 这里可不是别的地方 可以骗开他们逃走 这里是仙船 只要同意了挑战 那就必须要去的 莫非你要在这里打不成 如果你要在这里打的话 我也可以奉陪 不过 我先要告诉下 等仓的管事一声再说 不不 我不敢在这里打 徐步诚连忙说道 甚至有些语无伦次 在这里决斗 他有一万个胆子也不敢 量你你不敢 叶末被起真兵鱼走了出来 然后向旁边看热闹的一名 惊仙圆满修士问道 决斗台在哪边 那惊仙圆满连忙指着 右边的一个通道说道 前辈 从这里过去 走到尽头有一个指示牌 谢了 叶末对着惊仙圆满修士点了点头 然后回头看着 还不敢相信的几人说道 我在决斗台等 你们三人过来 如果到时候不过来 那我就直接上报到 管理处的指示那里了 叶末知道 管理处的指示这名头很好使 他也相信 这三人不敢不来 看见叶末很快消失的背影 韩步三人面面相去 他们是来讹诈对方的 没想到 现在还真的决斗了 区区一个悬仙出七 老子会怕他 那个女仙老子要定了 徐步诚宁笑一声 立即就跟了上去 叶末走到通道的尽头 果然看见一个指示牌 上面写着决斗台 绕过指示牌 叶末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广场 在广场中间有一个擂台 擂台一样不小 比起一些先程的普通擂台 根本就不逊色半分 叶末无语地看着眼前的擂台 这仙船还真是处处诡异 给人住的地方犹如鸟笼 这个决斗的地方 简直宽敞得不像话 决斗之后 我们去中等舱 真冰鱼知道 叶末要杀几个 悬仙后期根本就没有压力 叶末在惊献的时候 就可以斩杀悬仙后期 现在他已经悬仙了 与其说是和那几个悬仙决斗 还不如说他是来杀人的 是 我们必须要离开这里 下等舱没有生存机会 你也看见了 就算是在房间里面不动 也有人砸门 只有去中等舱 或者是上等舱 才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更何况 这里以后还会经常收仙金 我们那点仙金 还不够人家撒牙缝的 叶末没有解释炼框的事情 真冰鱼点点头 没有再说话 他的命运和叶末绑在一起的 叶末如果被杀了 他还不如自杀 他很了解仙界的残酷 而且他也知道 在这个仙船上 再不会有一个人 能和叶末这样对他了 叶末死了 他只能等死 叶末来的时候 决斗台除了一些阴森外 没有一个人在这里 当叶末站在擂台之上后 这里迅速地拥进入许多的仙人 显然叶末要决斗三人的消息 已经在最短的时间传出去了 吴里聪有些歉疚地 站在赛台外广场的一角处 无论如何 那韩布和下金刀两人 是因为他的原因 找到叶末的 叶末一个悬仙初期 要找两个悬仙后期 一个悬仙中期决斗 已经够震撼的了 而更为震撼的是 叶末竟然还背着一个女人 似乎要决斗了 他还没有打算 放下背上那个女人的意思 这是两人要死在一起的想法 还是因为 那个女人可以帮他 就在许多人还在议论的时候 叶末已经拿出一张椅子 将真兵鱼放在了椅子上 同时将椅子 搬到了靠近擂台下方不远的地方 叶末知道 就算是他背着真兵鱼 也可以轻易斩杀对方 可是这里的规矩 从来都是先传直视说的 万一人家直视咬定了 自己两个打一个 他还只能认罚 所以他干脆将真兵鱼送到了台下 见叶末总算是将背后的人放下来了 旁观的仙人这才松了口气 他们还以为 那个悬仙初期真的这么厉害呢 原来他也不敢背着一个 人和别人打斗 许多人已经看见了 坐在台下的真兵鱼 绝世的容貌和完美的身形 立即就引起了很多仙人的注意 在这天狱仙传上的日子 绝对是枯燥无味的 如果有一个如此美貌的女仙陪伴 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这些人很快就想到 这个美貌的女仙 没有他们的份了 就看擂台上那悬仙初期 挑战的三人 哪一个先上去了 谁先上去 杀了这个挑战的悬仙初期 那这个女仙 显然就归了谁 我来 别人都可以看清楚其中的奥妙 本来就为了真兵鱼而来的徐步诚 更是清楚 他不等韩布和夏金刀 两人说话 已经先一步 冲上了决斗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